二之一三十一页 范例一 小龙在直线跑道上折返跑 自计时开始 自时间为五十秒期间的记录 如图所示 若已向东为正 且十到四十秒期间为等速运动 第一小题 小龙全程的平均速度是多少 第二小题 小龙全程的平均速率是多少 以及第三小题 时间为三十秒时的顺时速度量值是多少 以及顺时速率是多少 好 那这里其实计算上是很简单 那重点是概念 那所谓的概念是 为什么我们要区分速度和速率 还有平均速度和顺时速度是有什么差别 那基本上呢 只要是距离除上时间 就是代表一个快慢 走运动快慢的概念 这就是移动的快慢 那移动的快慢有两种描述的方式 一种是有含方向性的 那就像是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 我们到底往哪边动 那他们就会有需要含方向 那这种的叫做速度 那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知道方向 或者是我们的方向一直变来变去的 但是我们还是想要知道它的快慢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用不含方向的 那比如说我们的开车 开车在市区绕来绕去的 那那个方向是一直变 但是我们如果想要知道这个车子绕来绕去的移动快慢 那我们就不含方向 我们就会用速率 可是在我们描述科学 描述物体的运动我们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需要有描述方向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用速度 那速度的定义 就是由位移对时间去做平均 这叫做平均速度 位移其实就是位置移动了 然后移动了多少 然后除上经过的时间 对经过的时间做平均 这样算出来的一个数值 就是这段时间的平均速度 那位置的移动 你又可以把它写成是末位置 减掉出位置 分母还是一样 是对时间去做平均 这就是平均速度的定义 末位置减去出位置 然后对时间做平均 那像第一小题就是 要求平均速度 那我们就来算算看 它的末位置呢 对了 我们的末位置通常就会用 x2来表示 出位置就会用x1来表示 时间呢 就是ΔT 那时间ΔT 其实就是T2-T1 其实这个就会等于是ΔX 去除上ΔT 这样子 那所以第一小题呢 它的x1其实是全程嘛 所以x1一开始它是在0 0的位置 后来全程最后停下来的地方是30 所以后来的位置是30的位置 那时间呢 全程是从计时开始到时间为50秒 那所以ΔT就是50 所以我们的平均速度 平均速度我们通常会给它一个代号 就是V Velocity 那这个平均速度代号V 它就是位移对时间做平均 也就是30去减掉0 去除上50 分子的单位是公尺 分母的单位是秒 算起来结果是30除以50 0.6 每秒0.6公尺 而且是正的 代表它是向东的 我们的方向性 这个函方向 这个速度的方向性 由正负来表示 所以这是第一小题的答案 0.6 每秒0.6公尺向东 第二小题 速率 那刚刚介绍的速度 我们接下来介绍速率 速率的话是不函方向性的 我们单纯的想要知道 它移动的多快 而不函方向性的话 那我们就用平均速度 平均速率 那平均速率的定义呢 则是走过的路程 对时间做平均 那结果呢 就会是走过的总路程 对时间做平均 那路程是没有负的 所以全部都是正的加起来 那我们来看看到底走过多少 全程的话呢 它先往左 往西 往西走了30 然后呢 再向东走了90 自己可以从数线上看一下 它从0跑到-30 所以走的路程是30 再从-30跑到60 -30到60 所以走的90 那最后呢 再回到了 30处 从60回到30 它又走了30 所以它有转来转去的 但是我们如果不考虑它的方向性 那就要把这些 走过的路全部加起来 那就是30 那就是30 加60 加90 加30 再去除上总共的时间一样 是50秒 我们这里用代号 我们的底下我们在写算式 这里的路程的代号呢 路程的代号呢 路程的代号呢 是Delta L 这个L是Length Length 长度的意思 它长度是没有负的 所以 这个路程就是所走过的总长度 对时间做平均 除上Delta T 这样子 那这个平均速率 它的代号呢 就会写成VS 这个S是Speed Speed的意思 好 那我们第二小题呢 就是这样算 走过的路程总共是 30 加90 加30 它经过的时间是50秒 那我们的平均速率 就会是总路程 对时间做平均 结果是 90加60 150 除上50 结果是3 好 那这个就是第二小题 平均速率是3 我们的平均速率是4